假期的长沙人来人往 不管你想去哪都得先盘上半小时对 为了尽快吃上心仪的美食 勤劳的李酸奶今天起了个大早 才下午两点就赶到了今天要打卡的目标地点 一家网红面馆百年老店 店面看着不大里头座位也很少 大部分桌子都摆在了外面 看起来有种大排档的感觉 这家店的招牌是麻辣鸡丝面和香菜牛肉面 香菜酸奶都不吃 那就点一份麻辣鸡丝 再点一份牛肉拌面吧 啊我的辣鸡来了 顶上铺了满满一层鸡胸肉丝 很嫩一点也不柴 但如果你想通过吃它来减肥的话 impossible 因为吃完以后就会发现 底下满满的一层全都是油啊 吃完这碗面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即使是在长沙 也并不是所有名字中带麻辣的东西 就真的很辣 来自湖南平乡 平平平 平江的麻辣王子 那确实是很辣 但是这个麻辣鸡丝面嘛 把麻和丝去掉 倒是挺贴切的 比起推荐最多的麻辣鸡丝面 我倒是觉得这碗牛肉拌面才是真神 这是一首由碳水和蛋白质 做成的交响曲 牛肉大快 面条爽口 浓郁的葱油香气 萦绕在每一根细面上 让人忍不住想起 儿时放学回家 厨房里飘出的香味 那是一种令人安心的烟火气 这家店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位 每次考试都能在前二十的同学 虽然给不了人太多惊喜 但是很稳定 也让人放心 总之呢 我的评价就是 这家店值得一去 但没必要专门跑一趟 吃完饭以后 又到五一广场逛了逛 一路上都闻到浓郁的麻薯香气 根据我的观察 是来自默默点心菊 还有虎头菊炸打饼 实在忍不了了 酸奶来了全买了 温馨提示 以下内容无利益相关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非引战 如有不同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合理讨论 请勿人生攻击 先来吃这个虎头菊的吧 因为它家大部分都是榴莲馅的 哎 榴莲 这个是什么 这是麻薯吗 有一点变形 虽然其貌不扬 但还是很Q弹的 不过比起虎头菊的蹄子麻薯 我觉得默默点心菊的麻薯更好吃 特别是咖啡麻薯 真的超香 好大的泡芙 榴莲味的 榴莲味的 吹口 哇 爆浆 吃了一手 榴莲味的超级香 就是这个爆浆太哈了 就是这个爆浆太哈了 这个榴莲饼 嗯 吊炸 酥饼的感觉 就没有榴莲泡芙那么香 比较甜 这个我感觉就一般般满满 哎呀 疯狂吊炸 这个我感觉就一般般满 哎呀 疯狂吊炸 里面的馅是软软 嗯 黏黏的 有麻薯的感觉 还有一盒 这是什么呀 哇 虎皮卷 哇 吃了看他家的招牌了吧 嗯 绝了 虎皮卷是最好吃的 就是松的海苔 有咸味 虎皮 和麻薯是微甜 搭配的很好 嗯 由于前面吃的太饱了 所以默默点心菊的试吃部分 只有一点点 只能凭着我的记忆给大家推荐一下了 默默点心菊的麻薯确实更胜一筹 咖啡麻薯简直就是一绝 还有大大的彩虹爆浆麻薯也很推荐 紫薯麻薯就一般般了 比较可惜的是 麻薯系列不太适合常温保存 所以只能尽快吃完 但是这个超级芝士脆 却可以放很久 也很适合作为伴手礼 这是纯手供给出来的 所以每一根的形状都不太一样 是咸香的芝士口味 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一根接一根根根本停不下来 如果下次再去长沙 我至少要买上五包 不过长沙已经去过两次了 下次出门 你们觉得去哪儿玩好呢